近日美国出了一个所谓的撤侨领,瞬间让中国娱乐圈里持有美国国籍的明星受到网友关注。 有人忙着晒护照,有人忙着跟网友吵架,还有很多明星选择了不回应。 那么何为撤侨领?就是美国要所有国人都回去。 这一下,让国内有美国国籍的明星处境变得被动起来。 比如刘亦菲,她凭借神仙姐姐的著名仙女角色,一直被大家紧紧乐道,尖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籍身份。 参加提示的电影《荒木兰》的消息曝光后,她的美国国籍身份也被大次报道。 3月12日,刘亦菲还在为《荒木兰》跑宣传打广告,并且出席了在洛杉矶举行的发布会《音胖被打面机》的死仇。 这部电影原本将在3月全球上映,后一疫情全球撤荡,刘亦菲也结束了宣传活动,返回中国继续工作。 如今美国撤侨领出来,刘亦菲似乎并未受影响,翻查刘亦菲的微博,会发现她最近都经常捧一些日常照片,看上去非常平静。 这些日常照片拍摄场景基本都是室内,能看出,她是在家隔离,但她会选择何去何从,目前还没有回应。 陈飞宇凭借新二代标签成功看入娱乐圈,有着美国国籍的她,一直在中国发展,曾经还演出演县力电影《我和我的祖国被抨击》,就为她一个外国人不配出演爱国电影。 跟刘亦菲一样,陈飞宇并没有什么影响的样子。 现在她正在横电拍摄新剧《微博日常》除了宣传广告以外,就是自拍和一些唱歌视频,毫无要返回美国的打算。 而陈凯歌和陈宏夫妻俩,拿的是绿塔身份,也无必要必须打回美国。 李小鹏从奥运冠军转向娱乐圈,就是凭借一方综艺节目,也因此她的妻子和孩子,一直被大家关注。 众所周知,李安琪是美国国籍,两个孩子先后都是在美国出生。 现在爱与全球撤侨令,李小鹏一家人的处境很难,李小鹏的事业都在中国,也一直居住在中国,如果想应撤侨令,是一家四口机器撤出,还是她留在中国。 李文出生在香港,就算跟随家人移民美国就金沙,之后也一直定居在美国。 她曾经演唱莫虎藏龙电影主题曲,登上了奥斯卡金像奖班奖典礼,事业发展遇到祖爱好,鲜少出现。 最近晒了一组性感自拍,配文,阳光先生,你去哪儿了? 我好想念你。 可以推断李文目前在美国受到影响了,伸出疫情重地的她,已经开始想念自由的加州阳光了。 陈冲进军好莱坞之后放弃了中国国籍,28岁的时候加入了美国国籍,当过奥斯卡评委。 她的丈夫是一位美籍华人,结婚以后就定居在美国。 疫情期间,她曾经接受了一家媒体采访,跟大家分享了美国疫情现状,并表示,美国并未做到真正封城。 在某些公共区域,年轻人依然在聚集,纽约的疫情情况更加严重,某些医院已经无法控制疫情的蔓延,就是凭而言,还比较淡定,但也选择了自行居家隔离。 乌军梅凭借末代皇帝文秀,一脚闯入大家视线,婚后跟随丈夫改了美国国籍,因在好莱坞发展不顺利,又将事业转向中国,如今她也将面临选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